金融股配息大跳水 投資達人更把手中200張 玉山金的全部砍光 到底今年存股主要怎麼樣 亂中求穩呢 很多人提到XXXX這檔個股 高股息它符合條件 但是在所謂行情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它都還能夠順利的填寫行 目前市場上高股息的ETF有11檔 它其實今年以來的績效是第一名 今天我們就找來純股達人 操馬拔蠟還有大華鷹投信經理人鄭漢宏 要教你兩招心閥 讓你在純股的路上不會賺的股息 卻賠了價差 上網你最近有沒有注意到景氣有什麼變化 其實可以看到景氣燈號已經連五藍 但是大盤要說它好像又有點給不下去 而且又長不上來 最恐怖就是這樣子 所以今天很難得看到兩位朋友 所以我要先問上網吧 那你自己怎麼看 就是2023年第二季之後的景氣呢 首先來講的話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潑冷水 大家覺得五個藍燈好像已經很厲害了對不對 五月底它又在公告藍燈 我已經跟朋友說 它一定是藍燈 而且是只有10分的藍燈 甚至說到今年的下半年 根據我們自己的預估 今年整年大概都有可能是藍燈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之下 不只是所謂的什麼跌不下去或長不上來 甚至在跌的過程中大家也會怕 長上來的時候大家也會怕 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是 今年大概最容易看到的狀況 就是說當藍燈的時候 就代表景氣的狀況不是很明確 那不是很明確來講的話 就比較不太容易有所謂的 譬如說一個很大的波段的行情出去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操作上面來講的話 無論是你是在做操作 還是做什麼的存股投資 你面對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你都可能要再進一步的去思考 就是說你面對這種環境 跟之前的大多頭的情況之下 它的狀況可能 你不能再沿用跟以前一樣的方式 去做存股或者是投資了 對 所以現在連五藍 瑞德你也覺得之後沒有機會 可能可以看到黃藍燈嗎 其實我們對於景氣的看法 是比較偏向就是沒有這麼樂觀 但是也不悲觀 沒有這麼樂觀的話 就是大家可以看這張圖 其實我們這張圖是 美國經濟諮商局的領先指標 那它其實我們有把幾個以前 就是有發生事件的時候給框出來 包括說像2000年的網路泡沫 然後2008年的金融海嘯 跟2020年的COVID-19 對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指數的確是往下串的 那大家可以發現 其實像今年指數也是的確領先了 所有的經濟狀況是往下串的 而且我們也沒有看到它有 比較明確的足底反彈的狀況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為什麼對下半年的景氣 其實相對沒有這麼的樂觀 但是也不悲觀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我們都知道 最近其實蠻多台股都開始在開法說會 那在法說會上呢 其實我們從公司的一些說法跟看法 包括說他們對於下半年的景氣展望 其實都是沒有這麼的悲觀的 包括說他們覺得庫存去化的狀況 其實還OK 然後下半年對於景氣跟業績的狀況 感覺也是沒有這麼的悲觀 可是你很悲觀耶 你把你的玉山清砍光是怎樣 200多張全賣 我會覺得就是 因為在我們在投資的過程中 我會對於說 我們做這一件投資行為的初衷是什麼 就等於是說 當初會存於三金來講的話 坦白講 它的現金鼓勵配得沒有特別了不起 它是股票鼓勵配得還不錯 對 就等於是說 如果說你是在乎現金鼓勵的來講的話 它是打造所謂的穩定的被動收入 如果是股票鼓勵來講 它其實是會讓你的資產會增值的 對 但是這個是它的特色 不過在今年來講的話 它的整個的所謂的鼓勵的政策 做了一個非常明顯的 是攔腰在攔腰的坎 通常在這個時候很多人 包括很多的媒體朋友 他們都會想說 大家都這樣子 因為這是大環境的問題 因為美國的暴力升息 才會導致所謂的全球的經濟 或是景氣面的動盪 我想說如果說今天是這樣子 我想有從兩點來做說明 第一個 今天各位去存定存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說在存定存在退休的過程中 突然那家銀行打電話給你是說 因故 我本來要配給你的定存的利息 我今年不配給你的 你能接受嗎 不接受 我當然不接受 就等於說我投資的初衷就在這 變化了我就一定會做到這 所以買進的理由消失了 然後第二個其實就等於是說 你跟紅葉比剛剛有講過 如果說大家都面對所謂的暴力升息 產生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你說比較新的 你說像中信 像永中 他們怎麼都沒有受影響 它也會有一點點的縮減 但是它的縮減的幅度 在很小的範圍之內 那你甚至說比較老牌的 像合庫 甚至你說像第一金 他們的鼓勵政策 也依然還是維持在一個 我們能夠接受的範圍之內 所以我會覺得在整個過程中 唇骨它跟養孩子不一樣 我常常會開玩笑來講說 如果是孩子 就算他一時所謂腳步打擦 我們都還會再去期待他 沒關係我期待他玩時點頭 更關鍵的是明明有很多 其他的好的標的 我不一定要死守他 我以為你把股票 當作劑子來看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等一下 如果他不要 他也不是親生的 他如果說真的是 有表現不好的情況之下 我們做這個投資的行為的初衷 就是希望我們的被動收入 要遠遠不絕 而且穩定 而且要高 但是那個說 但穩定性跟高 對我們來講是基本訴求 他沒有辦法做得到 然後我們自然就會把它說淘汰掉了 就像超馬跟你剛剛說的嘛 畢竟這個玉山金 它從1.35變成0.6 的確真的是砍很多 那面對這樣一個空頭的情況之下 你的存股方面有沒有一些 心法上面的條件跟改變 我覺得這個就是所謂的 你在市場待久了 多空行情你都一定會遇到 所以說在過去這幾年來講的話 就等於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只要我存了一檔所謂的高殖利的概 一個概念過 然後就代表說 我都一定可以賺得到那個錢 在多頭行情的時候來講 因為它等於是都會順利的填權填席 等於我10塊買 它配給我1塊錢 我有10%的殖利率 但是我10塊買的時候 其實在除權出現的時候 它是變9塊 但是9塊它會漲回來 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我就專挑那種殖利率高的就可以了 但是當行情開始出現震盪的時候 越來越多人發現 它的右手的殖利率 當然它配1塊 配2塊 你該拿多少就拿多少 但是你左手來講 你會發現你的價差 就等於是說 你兩相權衡之下來講 它已經不再是像以前那樣子 好像你甚至是閉著眼睛 看著雜誌去推薦 是說好像高股息的 你買就對了 但是現在我會覺得 各位可能要去思考一個點就是 當行情在處於高檔的震盪 甚至是有可能 因為一些所謂的特殊的事件 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狹殺的時候 它能夠穩定的填權填息 能夠讓你說 我10塊錢買進去 我所拿到的那1塊 是貨真價實 進我口袋的 而不是說 我右手領到了1塊 我左手可以2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你可能反而會覺得說 我存了這張名為高股息 但是問題是 你可能是大嘆息 因為一相比較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好像哪裡不對勁 這是現在我會覺得 大家可能要去調整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已經很懶得看盤 所以我現在也是以純股為主 這樣你要不要推薦幾個 讓我們了解一下 其實就像這一檔來講的話 其實這一檔 我之前在某些地方有講過 我有破的後悔 因為講完之後來講的話 就是它的成本就被拉高了 因為它的好 其實不是因為我們講 其實在市場上 很多人提到根基這檔個股 它的配息的狀況 剛開始它是配現金 就是穩定的高股息 被動收入本來已經很開心了 但是在最近這兩三年來講 它還增加了配股 就是等於是它的股力 現金股力沒有減少 股票股力還在增加 就等於是說 有吃夠有粒 然後大家就越來越High 所以像這種個股來講 第一個它是符合 我們對它的高股息的需求 第二個就是說 在過去這幾年 尤其像各位應該還記得 2022年 台股的行情 大概是從年頭跌到年尾的 這種情況之下 有很多大家所熟知的 高股息的個股 它都沒有辦法填全息 所以說像這種就是等於是 高股息它符合條件 但是在所謂的行情 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它都還能夠順利的填全息 像這種個股 都會是我們特別喜歡的個股 但是現在太貴了 不要追 你可以等它再壓回來一點點 再追就可以 你越用周都可以去 做所謂的低檔的時候 再去做布局就可以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如果現在看這個縣組 那我應該使命要抓那個進場點 如果說不要太 不要這麼的斤斤計較 大概是在周KD 大概2025以下 它到了低檔的時候 你再去做一個動作來講 你就比較不會有追高的一個壓力 不過常華哥剛剛跟我們介紹的這個 那現在它也太高 我有沒有辦法買 那所以其實在今年當中 大家很多人想要存股的時候 除了會關注科技股 金融股之外 其實到今年蠻多人 也都一直在關注一些高股息的ETF 不過我覺得還蠻有趣的一點是 之前好像會覺得說 如果它裡頭的成分 但是有航運股的話 好像會覺得不是那麼的穩定 但是以今年來講 高股息ETF前段班裡頭的成分股 都是含有航運股的耶 其實目前市場上高股息的ETF 有11檔這麼多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實 從台灣發展ETF以來 今年剛好是第20年 所以今年是蠻特別的一年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 目前台股的ETF 整體的總規模應該也有機會 會在今年突破一兆 對 所以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大家對於台股的ETF 甚至是高股息的ETF 真的是都非常非常的關注 也很喜歡 那我們從今年以來來看 像我們家的00918 就是大華優力高田息ETF 它其實今年以來的績效是第一名 那裡面其實我們把同業11檔的高股息 全部整理出來給大家參考 其實裡面有6檔 是有航運類股 有3檔是沒有金融股 那就像剛剛超馬哥說的 其實我們去年 我們都知道金融股的表現 就是今年都看起來不太好 配息狀況也很差 所以其實這3檔 為什麼績效可以比較好 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因為 他們除了有抓住航運股之外 其實也有把金融股剔除 那像剛剛主持人有問到 就是說 其實去年很多投資人都在講說 其實航運股這種 比較景氣循環類股 大家都覺得說把它放到高股息 這種純股類型的ETF裡面 會不會對高股息的波動增加 可是其實從績效 或者是從股息狀況來看的話 其實今年以來 航運股真的表現非常非常好 甚至是像長榮都有配出 股息值率率有大概40%的水準 對啊 因為配誇張的那個數字 非常非常的誇張 其實對投資人來講 我覺得我們去特別關注說 某一檔股票或者是某一個類股 我喜歡或者是不喜歡 其實這很容易遭受個人的投資的心魔 過度主觀 對 過度主觀去判斷 這個很容易就受到影響 那這個時候其實我覺得透過ETF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模式 因為ETF有一個太弱流強的機制 像我們在做指數的篩選的時候 其實都是非常客觀的條件 那大家就會好奇 那其實如果以景氣循環來看的話 不一定明年航運股就會變差 可是其實像ETF大概就是 每半年會指數調整一次 那這些指數調整的一些模式 裡面就會含有包括說像 這些個股的獲利狀況 填息狀況 或者是殖利率的表現 那如果大家都覺得說 航運股明年可能獲利會變差 那它可能配息配得不好 那其實在下半年 有可能就會在高股息的ETF裡面 自動調整掉了 自動調整掉了 所以其實對ETF的投資來講 最重要的還是這種太弱流強的機制 是比較值得投資人去關注的 因為很多人是怕說 賺了股息但賠了價差 就發現到時候 如果說它真的需要賣的時候 原來它的價格就已經變得非常差了 所以要怎麼樣來挑呢 就是我們要看 怎麼樣看準高股息的ETF 其實我們會 不管是在投資以ETF 還是一般任何的像股票的投資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投資關鍵點 還是在總報酬 總報酬 那所謂的總報酬 其實就是所謂的股息收入 再加上價格的報酬 這個叫做總報酬 那其實像剛剛超馬格他有講到 有的時候 大家在投資的時候 領了很多股息 但是價格跌下來 然後你存股存了10年 為了你的退休金 為了你的小孩的教育基金 結果10年後回頭來看 總報酬是領 為什麼 你可能股息領了很多 但是價格一直跌下來 結果你最後什麼都沒拿到 可是像我們的ETF 有特別在篩選機制裡面 除了幫大家挑選出幾檔台股 股息率比較高的之外 我們還會去檢視說 這些成分股裡面有沒有 歷史的填息機率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方式其實就是希望 可以解決投資人的痛點 歷史其實剛剛你有特別講到嗎 就是我們真的不能只看這個股息 也要看他填息的表現 那在過去的一些實戰狀態又是如何 那其實像我們的00918 像剛剛前面有講到 今年以來的表現是同業裡面的第一名 那如果以指數的歷史狀況來看 不管是兩年三年五年 其實表現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就回到剛剛最關鍵點 就是我們在投資上面 還是要關注在所謂的總報酬 那總報酬其實就是可以最直接的去看說 你這檔投資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我覺得ETF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是追蹤指數 那指數都會幫我們做非常非常多的回測 那其實這些就可以讓大家去看說 歷史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那如果以我們的指數來看的話 它的確是經過歷史回測的考驗 甚至也經過了時間的考驗 是 對 所以希望我們進場的時候 也能夠進了幾十代的考驗 對不對 不過我們也講到這個 因為買這種ETF或什麼 其實還是要看進場跟出場的時間 當然 因為相關經濟我認識很多專家 他們大家每個都講說 要看景氣的這個燈號 對啊 現在都連五藍的這樣子 如果說我們現在要買這樣子的ETF的話 我們要怎麼操作呢 我想給各位兩個建議吧 就是說很多人會說 反正藍燈就叫做景氣低迷 景氣低迷來講 就等於是說人氣我取的時間點到了 好 不過當這個藍燈它還在持續中的時候 它的確很容易出現底部 但是不要把它當成是 譬如說在之前有調到一個一萬兩千六 你好像看到了一個低點就認為 那就是它了 不要預設底部就是你認為的那一點 不要以為底部就會反彈 對 所以說就等於是在這個過程中就等於是 它的確是個還不錯的機會點 甚至是說遇到了某些特殊的情況 譬如說事件的一些什麼 黑天鵝 灰犀牛之類的東西 它的價格在下跌的過程中來講 好的股票反而就是我們值得進場的時間點 所以在藍燈的這種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各位說你用分批的方式 分批的意思就是當藍燈還在 當遇到譬如說在價格 譬如說你進場 你在任何一個時間點進場的時候 當它的價格在修正的10% 你再去做加碼的動作 因為很多人會想藍燈 我趕快一下子全部給它買下去 然後買下去之後來講話 等到藍燈還在的時候 再出現一個底部的時候來講話 它其實有個更好的買進的機會 成本降低的機會 但是它已經沒有錢了 所以說我會建議說在藍燈區 還沒脫離之前 你的逢低買進的一個概念要有 就是分批的往下買就可以了 然後如果是說再分批 你還沒分完 結果那個藍燈結束了 往黃藍燈方向前進 是不是代表是說 等於是陰霾灰散了 對 那你這個時候 你說再去做加碼的動作 就會比較適當了 所以這樣往下如果有100萬的話 它還是用這種方法進場 我會建議你說你好歹分 3批也好分5批也好 就是說你做所謂的逢低往下買 只要不要覺得好像今天不買 明天就要漲停板的那一種感覺 好像不買對不起誰了這樣子 我會建議你就是一定要保持一個穩定的心態 逢低再往下買就可以了 不過呢其實大家有蠻多人的這個股民 也會覺得說買市值型的ETF 好像比買高股型的ETF更好 你覺得如果以目前的這個大環境的狀態來講 又該怎麼來進行配置 你在做選擇的過程中來講 一定是源自於說你自己本身 你一開始的初衷是什麼 所以我會覺得是說 如果說今天在配息的過程中來講的話 我覺得與其他們去在這兩點去掙扎 就像我們舉個例子 有一檔個股它的配息是10% 大家都很喜歡 另外一檔個股是8% 大家總會覺得說10的一定比8好 但是大家忘了說這個8% 如果在過去18年 它每年都能夠順利的填權填息 那這一檔10%的它常常填不了息 你把這個因素一納入討論之後 你自然就會知道 可能8%的你會更喜歡 不然大家都會很習慣說按照那個順序嘛 就是誰的殖利率高我就優先選誰 但是你需要加上這個東西去討論 配息型的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可能對於你的總報酬 它所帶來的效果 才是你要的那個東西 是 如果瑞德你從專業經營的角度上 你怎麼看這件事情呢 我先分享我們之前其實有做過的回測 就是說其實上一次就是景氣燈號 在藍燈的時候是2018年 那其實從2018年景氣燈號藍燈的時候 那個時候回測回來去看歷史的績效來看的話 其實高股息的產品 他們的績效是相對比較好的 那其實我們也知道 因為景氣在藍燈的時候 其實股市比較不穩定 那股市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其實高股息的類股 比較容易形成一種下檔保護 所謂的下檔保護就是因為它有股息 那當股價在跌的時候 至少我們也有領到股息 沒有虧損這麼多 然後另外是因為其實我們都知道 台灣人對於股息的投資比較熱衷 也相對就是大家會比較關注在那種 股息率比較高的個股 所以當然它在市場比較弱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下檔支撐在 對 那其實剛剛不管是上馬該 是不是都有提到一些選擇的一些心法 但在資產配置的方面 那個比例又該怎麼來拿捏 那其實在投資上面呢 我們前面都講很多就是 我們如果投資要績效好 一定就是看總報酬 對 但其實我覺得投資最重要的是兩個 除了報酬要關注之外 我們也要關注風險 所以對我來說我會覺得 我們要投資市值型ETF 還是股息型ETF呢 其實從中去特別選一個單一個的 就是變成你的投資風險 會稍微高一點點 那我會建議 就是投資人比較方便的方式 或者是比較好的方式 就是說 你依據你自己的年齡 或者是你自己的風險承受度 你去考量說 那我現在的年齡或風險承受度 我要市值型投資比較多 還是股息型投資比較多 那隨著年齡去增加的時候 它會再調整 對 你去機動調整你市值型 還是股息型的狀態 我覺得這樣子可能 對投資人的 投資的感覺 或者是感受就會好很多 所以希望不是新智年齡20歲 這樣 用實際年齡來算了 是 來今天謝謝參馬 謝謝 謝謝